好,大家好,然後我是今天這堂課的 大家好,我是今天這堂課的講師,然後我的名字是Peter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上的課程是 臨時小學校夏日圓禮SSR線上真能贏的新手春課程 然後這堂課的名稱叫做我們與專案的距離 如何找到轉動專案的核心 利用工具,找到夥伴 與持續下去的方式 那這堂課呢,是由就是G0V裡面的VTai1專案所負責的 然後將會在這堂課裡面介紹如何開啟一個專案 然後開啟專案時通常會需要用到的工具 以及如何找到一個跟你自己專案內容比較適合的伙伴 然後如何讓自己的專案持續下去的動力 好,那首先先進行一下自我介紹 那我的名字是Peter 然後我呢是法律相關的背景 我目前在就讀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然後我之前也有在修台灣大學的中英翻譯學程 所以我目前在G0V社群裡面也常常協助一些翻譯的工作 然後我自己目前比較熱衷參與的社群的專案就是VTai1專案 就是一個數位法規的調適平台 那我目前還在增集一些相關的議題 但不過我們之前也有做一些法規的討論 那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計畫是疫情紓困方案的資訊共筆 那我等一下也會有在投影片裡面也會有那個圖片秀給大家看 那 呃,間諜大家打一個預防針 就是呃,我自己呢參加G0V社群的經驗大概是兩年的時間 從我大三的時候開始到現在已經大四畢業 然後大概將近是兩年的時間 那我自己在社群當中呢有呃,參與過一些專案 然後也有協助舉辦過一些活動 然後也有參與過像是比較大型的 臨時政府的一些相關的活動 那不過,呃,對我來說這些經驗呢 都是還在進行當中的一個學習的狀態 所以我今天的課程呢 以及我所有所做出來的分享 基本上都是基於我自己在社群當中 進行過的一個學習的歷程 於是做出來的一個分享 而不是一個就是 是非常權威或者是專業的 而是基於一個就是 呃,有一些經驗 然後於是想要把這些經驗分享 然後會給大家 也算是做了,呃,也算是對社群做了一個貢獻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主要會有幾個方向來著手 首先我們先來談談專案是什麼 去破除一些尊專案有關的迷思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開始談專案 一開始要準備的問題意識是什麼 以及接下來我們會談說 欸,如果你要進行一個專案的話 有哪些使用的工具 然後當然每一個 呃,這一些每一個部分呢 基本上都會回應到我們的 就是我自己目前在進行的 疫情紓困方案 諮詢匯證 這個共筆的發展而來的一個專案的內容上 然後去談說 欸,我在發展這個共筆專案的內容的時候 是什麼樣發展的 然後接下來就會進到夥伴關係 還有最後的專案有趣的部分 所以算是把專案如何開啟 然後要如何使用一個工具 然後還有專案的內容 以及夥伴關係 要如何找到一個 適合這個專案的夥伴關係 然後還有 如何讓這個專案永續經營發展下去的一個方式 呃,逐步的 呃,一步一步建置起來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 大家對於專案 可能都會有一些自己既有的想像 有些 可能在大學是 收過管理學院下官的課的時候 也會很常聽到這所謂的專案 那在英文的話就是所謂的project 那 P-R-O-J-E-C-T這個project 那這個專案呢 很多人通常都會對他有一些既定的印象跟迷思 那接下來就一起給大家一張圖 這張圖上面有五個不同的東西 分別是去年G0V 呃,社群開發者開發出來的口罩工序資訊平台 那這個資訊平台就是讓大家可以 藉由Google Map的功能去搜尋說 呃,自己的家裡附近的藥房 或者是便利商店 還有沒有口罩的存貨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避免說大家去尋找口罩 然後呃,會造成群聚的風險啊 或者是需要,因為要尋找口罩 然後耗費很大量的勞力時間成本之類的 對,那這個就是,這也是一個專案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呃,今年建中高一升高二的時候 他們有提供了就是課外閱讀的一個數目 那這些課外閱讀的數目呢 多半是閱讀完之後老師會要求你要寫一個讀書的心得 那這個呢,可以算是一個呃,這個算是一個暑假作業 但是暑假作業其實某種程度上的管理來講 也算是你們自己的專案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呃,鬼滅之刃 就是動畫製作,這種動畫電影 不管是動畫系列或是動畫電影的製作 他們在製作完一部電影或者是一整季的動畫的時候 基本上也會算是一個專案的進行的過程 那再來,當然就是如果參加社團的話 就會知道高中跟大學都會有所謂的社團懲罰 那這個懲罰呢,某種程度上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專案 那當然最後呢,就是我們今天 呃,就是我自己負責的 就是疫情出困方案資訊共筆的這個 由共筆發展而來的一個網頁 那這個網頁呢,上面就會彙整了 各式各樣中央跟地方、民間跟NGO 所提供的各式各樣的紓困措施 包含紓困貸款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紓困金的發放 等等的一些申請的措施 那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資訊的會整的內容 也算是一個專案 所以綜合以上這幾點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其實生活當中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專案 大家生活當中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跟專案有關 或者是說他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專案的 那也就是說,對於專案來說 大家的想像可能原本以為都是 譬如說大企業裡面他們要執行一個 季度的一個工作 或者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工程 但其實專案是一個 大家把自己想要達成的目標 或想要解決的問題 放在一個 一個具有接續性的一個工作架構下 所提出來的一個方式 所以專案其實 大家很多的迷思就是 第一個是專案要花很多的時間 然後目標要很遠大 然後通常感覺起來就是 我自己一個人沒有辦法做得來的一個東西 但其實這些迷思呢 都是錯誤的 就是專案的大小其實 不一定要有一個規模非常大的專案 它可以是為了解決掉你生活當中的一個小問題 或者是可以是為了要回答 你在生活或學習當中 所產生的一個疑惑 那這樣子的一個小型的專案 對自己來說也是 對你自己來說 只要它能夠把你的問題解決 只要它能夠幫助你達到目標 它某種程度上來講 就會具備有專案的一個架構 跟專案的一個內容 那通常來講 如果你是要處理這樣子的一個小規模的專案的話 基本上來講你自己一個人就可以開始做 而且可以開始動手了 就是這不會需要其他夥伴的幫忙 因為它的目標可能對你來說是非常具體的 然後它的目標可能也只對你來說是比較有用或有興趣的 所以對這樣的專案來說 你其實基本上一個人就可以開始了 那專案的進行過程當中 的確因為它就是一件事情 它某種程度上來講 就是一個工作 只是因為它跟一般工作不一樣的地方可能在於說 就是像工作或作業可能是因為是老師 或者是老闆 或者是其他外在的因素 要你去做的 所以你會感覺到比較累人 因為你自己內在並沒有特別想要去完成的動機 但不過自己在執行專案的時候 就是當這個專案是因為要解決你自己的問題 或是你的目標 所達成的一個專案的時候 其實因為你的內在是有想要去完成它的動機 你是有想要把這件事情做完做到好的 所以說即便它很累人 即便它遇到很多的挫折 但是當你完成了這些東西 然後你發布這些成果的時候 你會感到十分的開心 然後你會覺得你自己達成了一件事情 會有一種完成了我們一件事情的成就感 所以對於專案來說 要破除的迷思通常都是 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去進行這樣子的一個專案 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規劃一個非常大的目標 然後把這個目標達成 率領夥伴們把這些目標達成之後才能算是一個專案 但其實很多的專案都不是這個樣子的 作家寫完一本書的過程 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一個專案 因為他就是要去要嘛就是回應他的疑惑 他可能因為有了一些問題 然後才開始寫書 有了對自己的人生 或是對自己想要撰寫的故事 有了一些想法之後才開始寫書 但寫書的過程當中他其實 雖然他可能跟很多人相處過 但其實主要在耕耘這本書的內容的人 依然是作家自己 所以說專案 第一個是他不用花很多的 不一定要花很多的時間 這要是你自己想要達成的目標 跟專案的規模一定 第二個是他不一定要達成非常遠大的目標 第三個是他自己 你自己一個人也可以開始一樣的專案 所以這大概就是對於專案的迷思的破解 好那專案到底是什麼呢 我自己會認為最廣益最廣益的專案就是 你想要把一個目標或事情 付出實現時所需要經歷的一個過程 譬如說你想要開發一個東西 或你想要製作出一個東西 那這個開發可能不一定是軟體 可能是你想要做一個工具來解決你生活上打掃的問題 於是你試著你發現你手邊的掃把 可能沒有辦法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於是你開始把掃把 譬如說有些人要掃天花板嘛 他可能就會把掃把加長 用綁上一個竹竿 那他就是為了解決他的問題 那這個就可能就是一個專案 那這些專案呢雖然看起來很微小 但是他其實已經具有專案最基本的一些架構 包含你要去規劃這個專案的方向 譬如說你要打掃的話 那你就要去想辦法說你的掃具 那這個掃具應該是要怎麼樣去設計 會比較符合你要打掃的需求 然後再來就是投入了嘛 就是你要投入改良這個手上掃具的一個過程 譬如說你們教室可能外掃區 有些掃把可能沒辦法用 沒有很好掃 在掃一些特定的角落的時候沒有很好掃 那你就是相當少去改良這個掃把 譬如說把掃把弄長一點 或把它截短一點 讓它變得更好掃更好使用 這樣子 那最後他可能就會有一個產出的一個過程 譬如說你就成功的掃到了這個 成功的完成了打掃 那這個就是一個產出的一個過程嘛 那當然你有可能會因為就是一些失敗 譬如說你發現你改良之後掃把弄更難用了 於是你就回頭再去同行的投入或改良 或是乾脆就放棄了這個專案 然後重新 那這個也算是一種產出 它可能算是一種 雖然是比較負面的 但它也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產出 因為它代表著 你知道說這樣的一個方法是行不通的 所以對於這樣子的事情來說 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實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成為一個專案 而且每一個人 只要你有想法 只要你有想要達成的目標 只要你有任何的問題 幾乎都可以開啟一個專案 那這樣子專案的內容呢 它其實不用高大上 它其實不用到非常的崇高 不用到非常的盛大 它可以也不用跟別人去比賽 因為每一個人他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前面的那個口罩地圖的這個專案 它某種程度上來講 也是那個開發的工程師 他自己覺得買不到口罩很麻煩 或是他不想要去花費很多時間去跑很多加不動的店 於是他想到他能不能夠用他的資訊專頁 開發一個這樣子的平台去解決掉他遇到的問題 那只是因為他在開發的過程當中 剛好用解決了其他人也遇到的問題 於是才變得這麼有名 所以說專案的內容應該是不用高大上 也不用跟別人比賽 不用到非常的崇高 不用到非常的規模龐大 只要能夠達到你想要完成的目標 就是一個理想的專案 而如果是自己開啟了一個專案的話 除了會有剛剛講到的 你呢其實也不太需要別人的幫忙 你就可以自己開始做所進行 那再來的話就是你的內容跟產出呢 都可以由你自己來規劃 所以就是你可以試著去定義說 你這個專案的目標是什麼 你可以試著去定義說 你這個專案想要做到的內容跟方向是怎樣 我知道可能對於一些學生來講 或者是同學來說 這樣的想法可能有點抽象 就是因為感覺如果學校 或者是老師沒有指派一個方向 或作業的給你的話 你常會講到說 就是那這樣做是不是會有錯誤 或者是這樣做是不是會有遺漏的地方 那這些東西呢都會在之後的說明當中遇到解決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專案在進行的過程當中 因為它會需要用到 在不同的階段會需要用到不同領域的知識 然後需要應用到不同的工具 然後需要去不停的思考跟修正 要如何去解決 還有如何去應對遇到的困難 所以它某種程度上來講是一個強化你問題解決的思考脈絡 然後可以強化你應用工具的一個方式 然後讓你的思考變得更靈活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學到很多的經驗 跟學到很多的東西 而這樣的一個訓練 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現在的工作上所十分需要的 所以其實在G0V的這個社群裡面有很多的人 他是藉由他在G0V裡面做過的專案 然後完成的成績 然後幫助他去找到下一份工作的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實際的理由啦 那當然我們之後的 我們等一下的課程也會討論到 就是專案當中實際的理由 跟不實際的理由的部分 好 那這邊就是一個專案的開啟過程 就是大家可能很熟悉的這個卡通 就是所謂的肥格與小佛 肥格與小佛他的卡通的一個主旨就是 對沒有看過的人來說幫他解釋一下好了 就是這是一個這是一對兄弟 然後他們每天他們呢就是放的 第一集的開始是他們開始放暑假 然後他們放暑假覺得很無聊 於是他們就想說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來打發掉這個暑假的時間 於是他們每天都會開始做一些很生氣的東西 那當然他們開啟的專案的過程 通常都是從這句話開始 就是某一個朋友遇到了一個問題 或他們突然想到了什麼東西 那或者是他們的家人可能給了他們什麼靈感 那於是讓他們知道說 我知道今天要做什麼了 那當然專案的開啟過程是像這樣子沒有錯 就是一個靈光一閃的過程 讓他們有了一個想要解決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完成的目標 那當然他的結束跟進行的過程 並不會像卡通裡面所演的這麼順利 一定會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難 不過對於一個專案的開啟過程來說 這個圖片他所代表的就是一個非常典型 而且非常簡單的 專案的開啟過程其實沒有任何神聖的一個 或者是很奇妙的一個方式 很多專案的開啟過程都是在一個 靈機一響的一個情況下產生的 突然發現了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突然覺得說 我自己好像可以動手來做做看 那於是就開啟了這樣子的一個旅程 所以專案的開啟過程其實非常簡單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即便是像他們這樣的小孩 或是像現在在收看這部課程的你 其實都有可以開啟一個專案的潛力 應該說每個人應該都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而選擇權是掌握在你身上 所以你可以選擇你要開啟或不開啟一個專案 你可以選擇讓你的想法只是一個想法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讓你的想法付出實現 而在現在的這個時代裡面 我們有了非常多的資訊工具 我們有了網路 我們有了可以查找很多資訊的一個方式 我們有了非常多的一個社群平台 可以讓我們去尋求協助 資訊社群人際連結等等的東西 跟以前的像以前相比 不再是這麼困難的事情 因為以前你可能要透過一些方式 要透過很長期的努力 才能夠打進一個特定的社群連結 譬如說你要進入大學 努力進入一個好的大學 你才可以遇到一個跟你可能自從到何的同裁 然後或者是你要先經過一段非常艱苦的一個過程 你才能夠學習到一個專業 或者是你才能夠獲得你所想要的資訊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代你有網路 你有Google 你有各式各樣的工具 有很多的工具正在降低開啟跟製作專案的一個成本 那這些工具也是我們在第二個階段的課程會討論到的一個過程 所以專案基本上來講就是一個把想法付諸行動的一個過程 那你在進行的時候可以確實檢視一下目前的狀態大概會怎麼樣進行 通常來說專案一開始就會產生一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呢就會驅動一個專案的開啟者去進行一個行動 那這個行動呢大概會有幾個以下幾個方式來進行 另外是收集要實現這個想法所需要的一個資訊 然後把這個資訊呈現 呈現資訊的意思指的是說譬如說把它記錄下來 或者是把它歸納整理起來 那這樣呈現資訊的目的是為了要找到下一步行動的一個方式 那可能接下來的行動可能就不只在是跟資訊有關 可能就是開始進行一些網站架設啊 或者是進行一些實際的一些社會 實際的一些運動啊等等的 就是會有各式各樣的行動產生 然後接下來可能就會遇到問題 遇到問題的話那就會開始進行修正嘛 那行動跟修正之間它會一直不停的來回吩咐 那當然也有可能就是你就直接把問題忽略掉也可以 但是它可能會對你的專案的進度造成危害 所以你到時候可能還是必須要修正它 所以可能就有修正方向 那等到專案的進行到一個程度之後 可能就開始發布消息 那發布消息的目的呢可能不只是為了要讓大家看見這個專案 可能也是為了要招募更多的夥伴 可能是為了要讓夥伴們知道說這個專案的進度是什麼 可能是為了要找到一個適合處理一些棘手問題的幫手 可能是為了要跟夥伴討論以獲得更多的靈感跟想法等等 所以專案的狀態是一個不停在流動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進行的時候呢通常都會是一個不停在做事 不停在投入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進行的時候呢 建議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架構去隨時檢視目前的狀態 那當然想法它有可能 它有可能會也是會一直變動 它並不是說當你有一個想法之後 你就必須要一直按照這個初始的想法再進行 專案比較像是一個不停流動的過程 不管是行動修正乃至於想法本身 都會不停的移動不停的流動跟不停的改變 那在改變的過程當中 有的時候可能會跟原本的想法是有點矛盾的 那這個時候的思考 某程度上來講 也是在專案進行當中的一個學習 那接下來進到專案的第一個步驟 也是剛剛提到的想法的部分 就是你要如何去開啟一個專案呢 它其實蠻需要的是所謂的問題意識 也就是你要先心裡有一個想要完成的目標 或者是想要解決的問題 那這個樣子的一個火苗 或是這樣子的一個種子 它才能夠開始萌芽生長 才能開始熊熊燃燒 然後讓你那種這個熱情 有這個動力去開啟這樣子的一個專案 好簡單來說 比如說所有專案的開啟都是來自於問題跟目標 那這個問題呢 不只是課本或是作業中的細題 而是生活中碰到的問題 而那個目標本身呢 就是你想要知道的資訊 或是達成的目標 那它的根源呢 也就是這個專案的根源呢 就是來自於欲望 譬如說你想要達成目標的欲望 或者是一個好奇心 你想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或是你想要解答的問題 這樣子來自於這樣子的一個好奇心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就是跟入肩同學入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部漫畫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這是一部蠻老少嫌疑的動畫 那動漫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簡單來說 它在裡面講過的就是惡魔 他們有一個人類跑到惡魔的世界裡面去 然後惡魔的世界裡面呢 他們會有一個野心 就是他們的目標就是野心 那其實這個套 這個方式在很多的少年漫畫裡面很常見 就是譬如說我要成為航海王 或我要成為火影 那這樣子的一個野心呢 或者是一個目標呢 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 就是驅動專案的一個動力 因為當你有了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有了這樣子的一個慾望之後 你才會努力的去規劃要如何達成這個目標 你才會去找尋這個工具 去試著讓自己能夠藉由手上擁有的工具 去完成這個目標 也會試著想要藉由旁人的協助 或是夥伴的協助 來幫助自己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好 如何找到問題或目標 這個字的確是下一步的問題 當我們意識到專案的本身 或是專案的源頭 是來自於這樣子的一個問題或是目標了之後 那下一步就是你要如何去尋找到 這樣子一個理想的問題或目標 那我們給大家一個情境好了 其實就是遠距教學 就是不管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很多的事情我們都必須不能夠 我們都沒辦法像以前一樣 去到一個固定的場所去上學或上班 那遠距教學或遠距工作 帶來最大的影響可能會是 第一個是你發覺自己的生活作息被打亂了 那這個當然就是回應到前面所提到的 就是你生活上所遇到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現實的情況 於是生活的狀態被改變了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 那當然因為原本的問題 可能已經有了固定的解決方式 或者是原本的問題已經有了一些解決 已經在解決的辦法在進行當中了 所以我們很多的專案 其實都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生活的變動下產生 因為當生活的變動出現了之後 就會有新的問題出現 也會有新的目標去要達成 那在遠距教學的情況底下 就會有可能會有兩個問題 我自己設想是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跟一個目標 那所以就是會針對這兩個部分 分別的跟大家進行一個就是引導跟講解 所以你發覺自己的生活作息被打亂 這是你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那還有就是你想要收集有興趣 你自己有興趣的課程素材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目標 我們先從問題開始講起好了 就是遠距教學的話 當你發覺自己的生活作息被打亂了 那這個問題出現了之後 你在下一步應該就是去思考 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可能不只有一種 就是他可能 遠距教學的作息被打亂了 你看可能我目前想到解決方法 就有三種嘛 第一個是請家人幫忙啊 或者是找朋友合作啊 還是利用一個適合的應用程式 利用一個適合的APP 來協助你自己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那這個是思考如何解決問題的 提出來一些像解放之後的下一步 因為所有的解決方法都可以解決問題 只是最適合只是每個人的生活背景 每個人的心理狀態或者生理狀態 或者是外在的環境可能都不一樣 那每一個解決方法他對應到的解決的效力 跟他能夠解決問題的機率 都會受到這樣子的一個影響 於是你就要尋找一個最適合自己的方式來解決 譬如說如果你像我一樣 現在住在大學的宿舍裡面的話 那請家人幫忙可能就不是一個好答案 因為你不是住在家裡 家人要幫忙叫你的話 他可能需要很多的事 他可能會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他可能要打電話給你 而且你還可能不一定被 能夠被電話吵醒之類的 那找朋友合作呢 像現在這樣疫情的一個狀態可能 找朋友合作就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因為他同樣的也會遇到 跟請家人幫忙一樣的問題 那利用APP協助可能會是一個問題 幫助自己在設定的 特定的時間 然後去完成自己應該要做的事情 以讓自己回到一個正常的作息之上 他可能會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進行 所以對我來說可能生活作息被打亂 這個問題我當然有遇到 那我可能自己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就是利用APP協助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就是新的問題就會產生 就是你要怎麼樣知道說哪一種方式 最適合自己呢 那所以就是你可能就要開始去想 試著先設想 然後排除掉一些明顯看起來 就不太適合你現在這個環境的一個方式 然後試著從剩下的方法當中去進行嘗試 就是做實驗嘛 我們常常說就是 像是大家在學物理化學的時候 我們往往有時候是並不是在背理論 我們往往有時候要經過做實驗的過程 去實際看看說 真的跟老師講的一樣 就是牛頓擺就真的會這樣子前後撞擊來擺動 或者是化學要按照課本上的調和之後 真的會出現像課本上所說的這種化學反應 那這樣子的一個實驗跟紀錄的一個過程 某種程度上來講 就是專案正在進行的一個方式 跟專案正在努力前進的一個過程 所以無論如何 比起等你自己花了很多時間去思考 好問題在開始之後 在一開始就把想法記錄下來 並且依照問題的發展去修正專案的進程 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也就是說這個紀錄跟修正 然後試著去記錄 然後開始行動的一個過程 才是專案在有了想法之後 找到想法之後 最重要的下一步 很多人可能在 學校裡面都會有一種感覺是 我應該要把事情想到一個完全正確 我才能夠把考試的 我才能夠把那個答案填到答案欄裡面去 但是其實 在現實生活當中 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有的時候 第一個是 你沒有太多的時間 你必須要先趕快做一個東西出來 把事情做完比 把事情做好更重要 第二個是 你要把事情做完之後 你才有心思跟空間去想說 如何把這個東西變得更好 第三個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當你在琢磨這些事情的時候 很多時候 它會堅損你行動的一個動機 所以當你有了一個初步的想法 並且認為這個想法是已經成熟到可以開始行動的時候 記住就是這個成熟的門檻並沒有到很高 基本上來講就是 你只要認為說 你已經有一個具體明確的方向可以開始去行動 甚至是把東西記錄下來 還沒有一個具體明確的方向可以開始行動 但是已經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之後 光是紀錄本身就會是一個行動 那等到這些紀錄呢 開始 開始 逐漸的增加之後 你就會更加清楚明了知道說自己的方向是怎樣 所以很多時候很多人會 其實無法開始專案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他們只有停留在思考的一個這個狀態 停留在思考如何起步的一個狀態 然後認為說自己一定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想好 他才願意開始行動 但其實這應該是 呃在專案的推進上來講 應該是 呃 比較 不建議的一個方式 不能說不好 這樣子的方式同樣也有它的優點 因為畢竟如果太過辱蒙的行動 有可能會 呃 會在一些特定的領域 或在特定的一些情況底下發生問題 譬如說 如果你沒有思考好 就直接投入創業的話 可能並不是一個好的主意 因為創業所要背負的風險 跟他所要克服的困難 可能有點太過呃太高 但是 或許你可以採取的另外一些行動是 你把這些點子記錄下來 因為紀錄本身 他也是行動的一種 所以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呃 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後 開始行動 然後在行動的過程當中 逐漸的修正 並且增加不同的行動的狀態 然後從這些行動 所產生的後果跟結果當中 講後果好像有點負面 但是從行動產生的結果當中 去知道說自己目前的狀態 應該要如何去進行修正 這件事情是在專案的推進當中 是蠻重要的一個事情 那再來除了問題之外 當然可能會有一些目標想要達成的 譬如說你想要收集有興趣的課程素材 那他的這個目標 一旦有存在在信中之後 那你的下一步可能就會去思考說 欸那我要怎麼樣去收集這個課程素材呢 那我收集完之後 這個課程素材放在什麼樣的地方呢 那當然目標方向 進行的方向 還有所要使用的工具 在過程當中 可能會因為不同階段的方 不同階段所遇到的問題不同 或者是因為遭遇到的各種事情 而需要修正 但是這樣的一個修正呢 不管是目標的修正 方向的修正 還是使用工具的修正 都不是壞事 修正之後的經驗 修正之後所獲得的 修正之後的這個實踐的一個過程 以及這個實踐所帶來的一個經驗 乃至於就是 思考如何修正的這個過程 所帶來的一個經驗 都會對你來說是有價值的 所以不要認為說就是 當然修正可能會產生 一個很麻煩的感覺啊 就是啊 要多花很多時間去處理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欸天啊 好不想處理 或產生壓力的一個過程 當然一定會產生壓力 但是這也就是專案 在進行過程當中 所會遭遇到的一個狀態 這個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 也是大家在生活當中 所會遭遇到的一個狀態 總是會有一些事情 是跟你所預期的是不同的 那作為一個 呃 有作為一個 嗯 人 我們或許 每天在生活當中 所處理的 就是像這樣子一些 大大小小的問題 那 這 某種程度上來講 也是工作 也是專案進行的過程當中 呃 所會 遇到的一個很正常的一個狀態 所以 目標 當然也可以分成不同的階段 然後也不用貪求自己 一下子就要看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成果 利用 呃 這樣子 切分專案的內容 然後 分成不同的階段 在每個階段都設下自己的目標 在 用 自己的實踐 一步一步的達成 然後在過程當中 因為 自己所遇到的問題 所接收到的資訊 去進行各式各樣的修正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在運作上來講 會比較順暢 而且會讓你的專案 越來越貼近 你自己想要理想中的樣子 然後 也會讓你的專案 能夠 呃 多了更多 更實際的考量 因為畢竟一個專案的實現 有的時候並不只是因為你投入了熱情 有的時候還會遇到 需要克服外在的限制 或者是需要去解決 外在所產生的問題的一個狀況 那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不用彈求自己一下子 看到成果 用不同階段的方式 去每個階段性 完成階段性目標 是讓自己獲得成就感的一個方式 然後 你也可以從這樣子的一個 不同階段的一個修正 跟不同階段的時間的過程當中 逐步的知道說自己要進行的方向 應該如何 避開 或者是如何解決掉 遇到的一個障礙 讓你的專案可以達成目標 或者是乾脆就修正自己的目標 讓自己的專案更加的實際 避免 這樣問題 呃 阻礙你的專案的進行 大概是這樣 好 那 剛剛其實已經從專案的開頭 講到專案進行過程當中 所需要保持的一個心態了 那 當然這都是問題意識所涵蓋的範圍 因為畢竟 呃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問題意識的話 其實就算有了好的開頭 也很容易以半途而發 那不過 呃 接下來就可能要回頭談一下 就是我自己 之前在負責的疫情紓困方案 資訊匯整 這樣的一個專案 當初是怎麼樣開始的呢 好 簡單來說就是在2021年5月的時候 然後當時Slack上有一個社群的朋友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欸我們現在是不是沒有一個會整各個疫情資訊方案的共筆啊 紓困資訊方案的共筆啊 因為當時是有一個夥伴他開了一個跟議文相關的紓困方案 因為當時 藝文在三級警戒 開始之後 呃在二級跟三級警戒開始 因為當時5月的時候 呃 華航3加11的華航機師的案件爆出來之後 欸因為那個疫情爆發 本土疫情開始爆發嘛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些現場表演的機會呢 都被取消 或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所以當時藝文的紓困資訊是最先被發布的 那等到到時候 當本土疫情逐漸嚴重 然後 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之後 政府也開始決定要推出 呃 當我在6月4號的時候推出啦 就是那個 非常比較大規模的 呃 紓困方案 那這樣子一個大規模紓困方案除了中央政府有在退以外 地方政府有在退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 中央跟地方政府都有的 在做的一個事情 而且他們的專案有時候混雜在一起 有的時候是分開來 有的時候各自獨立 但是有的時候是 呃 統合在一起的 所以變得非常複雜 那時候有一個社群夥伴就問說 欸我們是不是沒有一個 匯整各個資訊方案的共筆 那於是我就自己 我那時候就開了一個 在G0B的HackMD上面 HackMD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到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就在G0B的HackMD上面 開了一個共筆 那這個共筆呢 上面就會 記載了 就是各式各樣的疫情疏困方案的資訊 然後也順便把很多的資訊拆分 放到那個 呃 共筆上面 那其實當初的這個共筆呢 原本是想要做一個紀錄 就是 就是當大家有任何問題 譬如說對於紓困方案資訊有一點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上來這個共筆去查 那不過 呃 後來後來就是資訊 累積越來越多 就是當我們開始收集資料的時候 我們發覺中央的話 各個部會都有發布相關的資料 然後 呃 不管是中央 呃最主要可能就是勞動部 可能就是衛福部 可能就是 呃交通部 因為交通部底下有觀光局 觀光業者也是在這批疫情當中 損失蠻慘重的一個 呃 行業 叫產業 那所以就是 除了中央這些主要部會以外 還有教育部 還有農委會 還有圓民會 很多你意想不到都有 呃 意想不到的單位都有提供相關的紓困資料 那地方上來講 除了把這些中央的資料做得更加的 就是導入中央這些資訊之外 某很多的地方政府都會有各自偏重 跟各自想要 呃 幫助 或者是各自想要協助的一個產業 那他們也會有推出各式各樣 呃 跟地方 地方獨有的一個就是紓困資訊 所以他 綜合起來就非常複雜 因為他同時會有中央跟地方兩條軸線 然後兩條軸線的話 又會切分到很多不同的族群 那因為當初原本這個資訊呢 是想要作為大家 就是回應大家的問題的 但後來發覺這個資料其實有點反多 而且其實會發覺說 呃 如果能夠讓 而且發覺說其實 很多有像紓困資訊需求的人 應該都沒有辦法像我們一樣有這麼多的時間 跟 呃 空閒 去爬這麼多的資料 那即便我們把這個共筆給他們 提供給他們 他們可能也沒有辦法看完整篇共筆 或是從這個共筆當中去提取到他們 對他們有用的資料 因為畢竟他們所涵蓋的範圍 跟所適用的族群等等都實在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打算利用標格的方式 來做標籤化的整理 甚至就是把它架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當作的構想是 就是想要讓這個 呃 地方的紓困資訊 呃 可以 或中央跟地方的紓困資訊 都可以被自己 呃 合適的族群所看到 就是當你是想要查找紓困資訊的人 你可以來到我們這個網站 然後 然後輸入你想要查找的族群 譬如說你是一個打工族 你想要查一下中央跟地方 你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或縣市 有沒有提供相關的紓困資訊 那你可能就來我們這個網站 然後搜尋打工 你可能就可以找得到相關的紓困方案的資訊等等 像這樣子 那我們後來就做出一個網站的構想 那希望能夠把這個網站付出實行 所以我們後來是使用AirTable 跟Shift to Psy這個工具 去把這個網站給付出實現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的是 就是我們一開始這個專案的開啟過程 其實就是一個問題 然後 我們在 呃 這個問題出來之後 我們立刻就開了一個共筆 那這個共筆 雖然它本質上來講 並不算是一個實際的行動 但是是一個 而是一個紀錄的過程 但是這個紀錄本身就是 成為我們這個共筆的開端 那這個紀錄後來它上面所收集的資料 跟所彙整的資訊 某很多上來講 也成為我們開啟了後續專案 一個基礎 那讓我們得以用 標籤化的方式 去 讓我們發覺說 這個資料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更加的複雜 然後讓我們也意識到說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去 把這個專案的目標 從原本的收集 相關的資訊變成是 用這些資訊為基礎 把這些資訊呈現給大眾知道 所以就是用一個標籤化的整理 然後用一個網站的構想 去處理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好 那這個其實某種程度上就回應到我們前面講到的東西 就是你要先進行一個 你要先把想法做出來之後 然後再用行動去回應這樣的一個想法 然後你要去收集資訊 你要去呈現你的資訊 你要去修正 然後你發覺到 當你呈現資訊跟收集資訊之後 你就會發覺到 可能會有新的問題出來 然後你要因為這種一個新的問題 去修正你的方向 並且修正完之後呢 你要去發布相關的消息 那這個就是專案開啟的第一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問題意識的部分 好 那講完了如何開啟一個專案之後 接下來就要談一下 專案會使用到的一個工具 那在這邊先講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所指的專案 通常都是指開源專案 因為畢竟臨時小學校這個課程 他所要帶給大家的就是 讓大家可以自己開啟 或者自己籌劃 或是自己規劃一個開源專案的一個能力 那我們所傳教授的工具 可能也是在做這個開源專案的時候 會使用到的一些比較基礎的工具 那這些基礎的工具呢 並不能夠涵蓋所有你能夠遇到的專案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專案 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譬如說像是 並不是單純像我們一樣 是可能資訊呈現或者是 發布的這樣子的一個專案 而是更加複雜 譬如說想要完成某一種特定的行動 譬如說你想要比較台灣的 地理課本最常常講到的嘛 就是GIS系統的疊圖的話 那你可能除了我們這一張 介紹到的工具之外 你可能還要準備一些更加專門的 諮詢工具 譬如說GIS的BG系統 或者是疊圖系統等等 那如果你想要做的事情是 你想要拍完一整部影片的話 那你可能除了或者是 發布一個線上教學的課程的話 或者是拍一個影片 告訴大家什麼樣的觀念的話 那你可能除了這些基本的工具之外 你可能還要有影片剪輯的工具 你可能除了資訊的工具 就是電腦上有的這些資訊工具之外 你還有攝影的設備等等 所以說在這一張使用工具的部分 所能夠告訴大家的是最基礎最基礎 就是專案中所必須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 當你在進行一個專案的時候 會用到的一些工具 但是不能夠涵蓋得到所有專案 不同的專案 因為就如我們剛剛講的嘛 任何事情都可以是一個專案 那但是我們這一張所提到的工具呢 它並不能夠涵蓋到 所有專案所使用的所有工具 因為這樣講的話 我們就不要把全部 事實上所有存在的工具都介紹一遍 但我們可以介紹給大家的是 在專案進行當中 你一定會使用到的工具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介紹的工具 也會以資訊的工具為主 就是各式各樣的網然題跟網站 那如何挑選好的資訊工具呢 那這個其實是 當意識到自己要去使用工具的時候 可能大家比較不會注意到的一個地方 就是 這一點在專案的開啟之後 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 因為專案的進行是一個長時間的一個過程 那當你已經訂好了 使用的 有一個習慣使用的工具 然後 有一個能夠快速上手的使用工具的時候 你其實會比較容易上手 而且你會容易讓你的團隊成員 願意去透露這樣的一個專案 因為它的使用能力很低嘛 就是 它不用再花很多的時間去習慣跟適應這樣的工具 那這個好的適應工具呢 或者好的資訊工具呢 它挑選的一些標準呢 大概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是你想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 針對不同的 不同階段所需要使用的不同工具 去進行講解 就是你的目的不同 它這個工具帶給你的特性不同 那你要能夠讓這個工具的特性呢 去對應到你所使用的目的 讓你能夠用更輕鬆更簡便 更審視的方式去達成這個目的 那第二個就是方便性 方便性指的是就是 你是不是習慣使用這個工具 或者這個工具是不是很好上手 那這樣子的一個方便性 或者是 這個方便性也可以指說 就是這個工具它跨平台整合的能力 譬如說 有些APP或有些工具 它就只有在Apple上跑得動 那在Windows上就沒辦法跑得動 或者是它就要使用不同的版本 那像這樣子的話 工具的方便性就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除非你團隊的裡面 或者是除非你自己就是用Apple的人 不然的話 你使用這個工具 把這個工具當作是你專案進行的一個基礎 它其實並不會為你帶來更多的方便 也不會幫你節省更多的時間 它反而只會更加更多的時間 因為你既然不是Apple的使用者 那你就必須額外的去取得 這種使用Apple產品的一個機會 那再來第三個是習慣 習慣的話 就是你自己使用上的習慣 譬如說你自己是使用什麼樣的社群軟體比較多 或者是你自己溝通上來講 是習慣使用什麼樣的軟體 有些人喜歡用Line 有些人喜歡用WeChat 有些人喜歡用Messenger等等 那也有一些人對應到不同的場合跟不同的族群 就會使用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跟家人聊天喜歡用Line 那跟朋友聊天習慣用Messenger 那或者是工作通常訊息只用Messenger 然後跟私密的人聊天 跟朋友或親友聊天的話就用Line等等的 那這些都是你在挑選資訊工具的時候 所需要去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目的、方便性跟習慣 好 那再來下一步就是 你在專案的進行過程當中 應該都會使用 不管是哪一個專案 都應該會使用到的工具 就是協作工具 資料工具 美化工具 跟發布工具 那當然就是有很多各樣的 那當然在這些大項底下 還有一些指向 譬如說在協作部分的話 就會有紀錄的軟體 會議用的軟體 還有溝通用的軟體等等 那在資料工具上來講 就會有呈現列表用的表格軟體 呃 然後呈現文字用的文字軟體 還有用來發表用的發表軟體等等 那當然在美化工具上來講 就會有Photoshop 就會有修圖軟體 各式各樣的修圖軟體 還有照片編輯軟體等等 那當然 最後的發布工具上來講 因為當你的專案 進行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可能就會需要進行發布 那這個發布工具來講的話 可能會有網站 網誌 列表等等的一個發布的形式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社群啦 因為目前的專案的一個 呃 目前的專案呢 基本上來 以前的人做專案 做完之後他們要發布 可能是投稿到媒體上 可能是被媒體所報導 可能是期刊等等的 但現在的話 因為社群軟體的興起 社群網路的興起 其實很多時候 是專案發布者 自己要去進行這樣的一個 社群去進行發布的 對 所以 會有不一樣的一個情況 那社群軟體工具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 可能是另外一門的專業 所以我就沒有在這邊 特別的提供 那不過對我們來說 我們主要 對G0V的所有專案來說 我們主要就是使用 G0V的 呃 Twitter跟Twitter G0V的Facebook專案 專業 去進行發 當專案達到一個成果 就會進行發布 那當然我們也會有一套 自己的治理機制 不過這個治理機制 其實 某種程度上來講 也是其他課程的內容 所以我們在這邊特別去 去講 因為它就會超乎了我們 對專案的這個理解 跟對專案的這個了解 好 那我們就會開始進行我們的講解 就是 協作工具的部分 協作工具的話 通常來講 會有所謂的三種不同的東西 要去處理 分別是 記錄軟體 會議軟體 跟溝通軟體 那記錄軟體的話 就是要撰寫你的專案共筆 然後去記錄你所有的專案資訊 包含你這個專案 想要達成的目標是什麼 會遇到 預計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預計的架構是怎樣 使用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 下一次的開會時間等等的 所有跟專案有關的資訊 都要放在一個 統一的記錄上面 最好是不要讓它 四三個地會比較好 或者是 即便要讓它四三個地 那能夠被 在一個 檢索的一個地方被找得到 不然的話 很多時候會 有 因為專案的資訊的遺漏 或是因為 沒有辦法跟所有人告知 或是因為你自己的記憶力 的限制 導致這個專案的運作 沒有辦法順利的進行 那 基本上來講 現在市面上的所有 筆記的軟體都會有 協助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是找一個 你自己覺得好用 然後你的夥伴覺得好用 當然 如果是你自己一個人專案的話 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紀錄方式 對 那反正就是 用一個協作的方式去 處理這樣的一個專案 那 當然功能最強大的 就是 據定畢所使用的 HackMD 或者是Notion Notion應該有很多人聽過 就是它是另外一種 新型態的一個筆記軟體 現在跟Evernote蠻像的 不過它比Evernote 更加複雜一點 但是它的複雜度 其實Monodon 這代表它的 好處很多 就是它可以整理很多的 不同的列表啊 然後不同的諮詢形式 都可以被匯整在裡面 那HackMD 也可以導致同樣的效果 不過他們的 缺點就在於說 可能對於有些人來說 他們可能是 比較不好上手的一個軟體 但不過現在網路上 都有教學 而且 Notion跟HackMD都會有 網路的課程 以及他們自己開設的一些 社群資訊 可以去供參考 所以就是 學習起來並不會到 那麼的困難 那再來就是 普遍好用版 就是所謂的Google系列 就是Google Doc Google Slides 等等這些 Google系列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它也會有所謂的 協作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 Windows他們自己 也有一個 Notebook的功能 也是套路 套路跟Notebook的功能 它也可以作為一個 協作的一個方式 那 這個就是普遍好用的一個東西 那 畢竟它是一個大企業 而且剛好有跟 大家比較熟悉的 Google的網站 還有 Microsoft的網站 有做整合 所以就是一個 不變好用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最直覺紀錄的話 就是我自己覺得 是Evernote跟Baronote 這兩個 Evernote它的壞處 是在於說它最近的 呃 運作狀況有點 不太順暢 有的時候你當然 開那個 它的桌面 的應用程式的時候 會有點蕩蕩的 那當然 但不過因為有些很多人的可能 平常寄筆記 就會習慣把筆記記在Evernote上面 所以 如果你的夥伴 也是Evernote的使用者 然後你可以用共享的功能跟它聯繫的話 這個方式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 Bearnote的話它的好處就是它很簡潔 而且它跑得非常快 呃 相當於Evernote來講它可能比較快點 但不過它的 快點就是因為它太簡潔了 所以它很多的限制跟功能 可能沒有辦法像 HackMD或Notion這麼強大 如果你的專案內容比較複雜 會涵蓋比較多這樣的資訊的話 那就會比較不推薦使用這樣的一個功能 會比較建議你的 就是如果 專案內容比較複雜 然後會涵蓋很多不同的東西 甚至會分成不同的階段跟結構的話 那最好使用功能比較強大 HackMD跟Notion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 會議軟體的部分 因為你在 專案的進行過程當中 第一個是你可能會需要 跟不同族群的人做協調 不一定是你的團隊的人 也有可能是 你想要解決的問題 所跟相關的人 那可能要約來做訪談 去理解他們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或是 去理解專案的進行方向 有沒有需要提供他們 他們提供建議 或者是提供回饋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一定會需要一個 開會用的平台跟網站 那開會用的平台的話 基本上來講 因為現在遠距教室的關係 所以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各式各樣的開會平台了 那像我這邊的話 大概列於 跟分類出幾個不同的部分 像G01在開會的時候 很常使用GC 以前很常使用GC 那GC因為它是開人的一個軟體 所以它可以使用 當然它的穩定性也有 它也有一定的穩定性 然後它也有 開通自己的那個 手機APP跟行動中心的APP 所以它在使用上來講也蠻方便的 就是回應到剛剛前面講到的工具上的方便性的部分 不過習慣上來講可能就會需要有 你的夥伴或者是你聯繫的窗口 是願意使用這樣的GC的軟體的 那當然比較多的人 比較熟悉的可能就是Google Meet 可能就是Teams 可能就是微軟的Teams 可能就是Webex Cisco它所開發的Webex 這樣子的一個線上的會議軟體 那當然這個也是一個選擇 就是對於大家來說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Model很多人來講也是一個熟悉 然後比較簡便的一個方式 尤其是像Meet現在 它只要用一個連結 你甚至不用登錄就可以進去 那所以它的使用的門檻 就會變得比較低 而且它在各種行動裝置上來講 都可以使用 甚至可以更換背景 所以它的功能其實算是蠻強大的 對 那當然跟社群軟 因為社群軟體目前來講 都有配備 所謂的 視訊的功能 通話的功能 或群組通話的功能 那譬如說像是Line 或者是Facebook Messenger 都會有提供這樣的功能 所以你就可以用社群軟體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群組通話的功能 作為你開會的一個平台 跟聯繫的平台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這個Line現在是沒有辦法分享螢幕的 不過像Google Meet Teams都可以 因為 對於社群協助來講 分享螢幕比較重要的地方是 當有人分享螢幕的時候 大家的認知會比較一致 因為你可以有一個功能基準點可以參考 就是這個分享螢幕 那Line我其實是沒辦法分享螢幕的 不過Messenger 如果你用電腦開的話 我記得是可以分享 用手機開啟也可以 就是它現在有新增這樣的功能 是可以分享螢幕的 所以就是會比較方便 然後另外一個蠻重要的事情是 當你使用社群軟體的時候 因為這會跟溝通軟體相關啦 就是因為社群某種程度上 社群軟體很多時候都會預設有 這樣子的一個群組聊天室的功能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開會專案相關的訊息 放在這個圓組聊天室裡面 然後在開會的時候 也可以同樣用這個群組聊天室 它所有的一個群組對話的 即時對話的功能 即時通話的功能 然後來做開會的一個準備 對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夢想通常來講 算是一種很好的一個整合方式 你就不用說你開會要移架到另外一個網站上 而訊息就會被丟在一個地方 對 但是相對來說它也會造成一些不便 比如說你在開會的時候 沒有辦法一邊開會 然後一邊通話 然後一邊檢查訊息 如果你的畫面是被鎖出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對 那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一個方式 比如說M加或You Meetings 這些由本土廠商 台灣本土廠商開發的平台 那不过方便性来讲就见仁见智 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决定一下 要不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当然除了开会的平台之外 约会议时间的平台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毕竟你要让它巧到一个 可以共同上线的一个时间 这一点其实对于开会来说 也可能是比开会更加重要 因为毕竟要先决定好开会时间 才能够开会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时候像是Doodle这个网站 大家可能没有用过 不过Doodle网站它最好的状态就是 你如果是投票的人的话 你其实是不用登录的 只有主办投票的人需要登录 那你就可以直接输入姓名然后投票 或者是利用社群媒体的群组投票功能 像脸书跟LINE 好像都有这样子群组投票的功能 就可以来解决掉约会议时间的问题了 那最后就是所谓的沟通软体 那沟通软体的话就是跟专案相关的讯息 用来联系用的一个平台 那这边的话可以分成 简单依照它的性质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社群相关跟非社群相关 那社群相关就是所谓的社群平台 所附赠的这种网路的非即时通话的聊天室 譬如说像是LINE本身就是一个聊天室的功能 只是它就是有即时通话的功能 那像Messenger的话就是Facebook 所预设的一个聊天室的功能 或者是像我这Instagram 也有这样的一个群组的功能 可以做使用 不过我不太确定 现在目前大家有没有在使用Instagram的群组功能 感觉大家还是比较喜欢使用MINE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群组的一个方式 那不过如果是社群相关的话 请注意就是专案讯息跟其他领域的影响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希望说 就是专案啊 这种跟比较偏工作性质的东西 希望是能够跟自己的人际交流 或者是跟自己在经营跟亲朋好友的讯息的关系的时候 分开来 不然你每次打开来聊聊天的时候 聊一聊都要看到这种工作讯息跑出来 实在有点麻烦 或者是不希望把这工作讯息 跟自己私人的这种跟亲友交流的讯息 排在一起的人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种专案讯息 跟其他领域的影响性 那当然如果是非社群相关的话 就是使用一些特别的软体 比如说像是Slack 那Slack就是一个工作用的SAS的软体 那还有我是最早开始的Jandy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听过Jandy J-E-N-D-I Jandy这个软体 然后我自己是有用过一阵子 但是我自己觉得很没有很顺畅 所以后来就离开了这样子 所以就是如果是这种非社群相关的软体的话 那请注意就是这个软体是有没有提醒的 就是它会不会有提醒的功能 以及跟其他装置所产生的相容性的问题等等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再来花了很多时间讲解了刚刚的写作工具 因为原则上来讲 在开源社群里面 我们可以非常提倡大家 把自己的专案拿出来 跟伙伴们一起做写作的一个工作 那如果是自己使用的话 可能就写作的工具上来讲 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 大概只有记录的软体比较重要 因为你要去详实的自己撰写相关的专案资讯 然后把相关的资讯写下来 那不过在这样子的一个共笔 或者是会议软体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资料工具要去做使用 譬如说如果当你收集到一些数据或资料的话 你不一定能够用笔记软体 用记录软体完整的呈现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 或者是你的记录软体可能只能做有一种 不同资料的索引的一个基础 那这时候就是用列表用的软体 文字用软体或发表用软体来整合 会不知道好一点 那列表用软体的话 它能够做到的就是去整理数据相关的资料 所谓的量化资料 就是可以被量化成数据的东西 譬如说问卷调查的结果 或者有些问卷是选择题嘛 那选择题的话 大家选择的一个方式 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结构性的一个资料 或者是能够被量化成数字的 譬如说一到五分选几分 这样子的一个量化的一个资料 它就可以用列表用的软体来进行建置 那当然这个列表用软体的好处是在于说 它可以作为建置网站或分析图表的一个基础 因为你如果要画圆柄图 或者是长条图的话 你通常都是要基于这样子的列表的资料 去画出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然后作为观察趋势 或是观察某些现象的一个方式 那像我常使用的就是Google试算表啦 那不过因为今年在使用 就是疫情纾困方案资讯 疫情纾困方案资讯的时候 那我们后来就讨论到说 其实AirTable 因为AirTable加标签的功能 比Google试算表更强 所以我们后来就使用AirTable 来作为就是使用的一个方式 那AirTable换某方案资讯上来讲 就是一个进阶型的Google试算表 它能够添加的功能跟资料类别就更多了 那不过相对来说 一旦一个网站的功能越强大 那就代表说它使用起来的 需要上手的时间就更长 大概是这样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那当然如果你要使用的话 网站上或者是Google搜寻 都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教学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不会是我们这个课程 所要去特别谈论的一个细节 那第二个就是文字用 那文字用的话 就是记录文字相关的资料 那其实一个状态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并不一定只有数据相关的资料 它有可能会有文字相关的资料 不管是访谈用的 所产生的访谈结果 或者是主字稿 或者是相关的直信资料等等 那这样子的一个访谈用 做出来的一些文字的资料呢 它也是会需要放在一个地方 做记录的嘛 所以你就可以用Google Doc 或者是刚刚前面提到的 各种笔记工具都可以 但不过比较重要的事情是 像这种跟专案有关的资讯 如果你没有把它直接放在共笔里面 让它比较 因为可能因为顺序 或者是秩序的关系 你不希望让你的共笔 变得更加杂乱 混杂了各式各样大量的资讯 那你就要记得把这些资料 用连接的方式 现在这些资料 多半都可以用连接的方式 连回去共笔上 那就是要记得把它连回去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发表用的这个资料 那发表用的话 就是所谓的投影片软体啦 那它的用途是用在所谓的 阶段性成果报告 或者是你要呈现一个资料 或者你要制作软人包的时候 都可以用投影片软体来做制作 那如果是能够线上写作 共用的软体的话 就是Google Slides 然后或者是Prezi Prezi是另外一种新形态的一个 资料写作的一个软体 就是你可以用Prezi去 用一种很花俏的方式去打开投影片 然后去呈现你相关的资料 它可以让投影片的特效 转换变得非常的酷炫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所谓的Keynotes 跟PowerPoint Slides 那这个当然就是也不用讲太多 就基本上来讲就是用来制作投影片的方式 那这三种东西 资料呢 就要依照你自己 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收集到的资料类型是什么 然后 去选择你所想要使用的资料工具 那这三种是可以混用甚至是并用的 所以请不用太担心 就是比如说像文字用的资料 有时候也会需要用到一些表格 那像Google打开本身 也可以新增一些表格 然后或者是Google试算表呢 它其实如果你把储存歌 每一个都连接起来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放一些 跟直信有关的资料 但是不太适合放那种 很长很长的组织稿就是了 对 但是它可以放一部分的直信资料等等 对 所以就是可以混用 然后也可以共用并用等等 在一个专案里面 其实针对自己想要收集到的资料 以及想要解决的问题 去使用这样的工具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 因为这样学习如何使用资讯工具 某程度上来讲 也是在解决你自己所遇到的问题 然后还有节省你在这个专案上 所需要花的时间 好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美化工具 那美化工具的话就会包含 可能最主要就是修图啦 就以专案来说最主要就是修图 但是可能以专案的性质来说 可能还有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如果是IG的话 可能还要有相关的滤镜啊 或者是如果是想要发布在IG等 社群网站上的话 可能还要加上相关的滤镜 那如果是想要剪辑影片的话 可能还会有剪辑软体的需求 但不过最基本的可能就是修图 的部分 不管是放在网站上 成果报告上的图 或者是放在 粉专社群软体上的图 等等都是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需要用到 图片美术修正的东西 那像keynote 包括partphone slides 都可以做 所有的图片剪切 或者是加上滤镜 或调相关的色调的方式 的一个修正 那如果比较进阶的话 可能可以学一些 像Adobe系列的Photoshop 或者Line Room 它都可以做 相关的图片美术的修正 那最后就是所谓的 发布软体 发布工具 那发布工具的话 也会是你的 想要发布的资料类型 而选择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像是网站的话 它就是一个 比较正式的资讯呈现 然后你可以在网站上 架设比较多的功能 比如说互动投票 订阅电子报 甚至连回到社群网站 加上超链接 等等的一个方式 那它有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用 站内搜寻的方式 像我们的 疫情疏困方案 资讯共闭 就是用一个 网站架设的方式 然后使用者可以去 在里面搜寻 他想要找到的内容 那 当然你也可以 从头架设一个网站 那就是用 Wordplace 去刻一个网站 现在网路上有很多 跟 Wordplace有关的一个教学 那不过可能会需要一点 程式码的一个基础 那 写程式码的一个基础 那当然 如果是 不懂得怎么写程式码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 希望能够快速的 刻出一个网站 然后让这个成果 可以被快速的展现的话 那当然就是用一个 计程品的网站 就是所谓的Wix 或是Median Median它有一些功能 是可以做到类似 网站的功能的 就是这个网路上有加 就是所谓的Publication 出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它是可以 让你的Median页面 建置的像一个 专业的一个网 比较专业的一个网站 那 这个功能 对 大概是这样 所以 这是网站啦 就是它的资讯奖 资讯呈现的方式 较为多样 然后功能也会较多 那再来就是网制 网制的话就是 功能有限 阅读为主 它适合固定产出的 文字内容 那它的网制的一个 最大标志性的服务 可能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Median Median它如果 你用一般的功能 去发布文章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 类似网制的功能 那不过如果你使用 一些比较进阶的功能的话 当然是免费的啦 就是 它的进阶功能是免费的 它的收费可能是从 可能要溢出一些广告开始 那不过如果你 单纯只是使用 它的进阶功能 去美化你的网制 个人网制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做到用 它其实是可以 让你免费使用的 那用这样的功能的话 就是它就蛮适合 固定产出的文字内容 那像Focus 方格子 这个平台呢 它也是一个网制的功能 那当然最传统的网制 可能就是像 之前大家可能有用过的 皮克邦 或者是番薯腾 然后以部落格形式的 网制的功能也可以 因为目前这个东西 还没有退销嘛 那么大家可以 继续的撰写自己的部落格 虽然说 或者应该说 虽然退销了 但是其实它上面 还是有非常多 宝贵的资讯 所以它还是可以 在搜索引擎中 都会找得到 所以不算是太过 无法使用的东西 不过可能就是 跟一般的这种 median或番格子的一些 操作上来 比较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能要花时间 去熟悉一下 那当然最简单 最基本的发布工具 就是所谓的列表 就是你可以用 直接把你的 整理好的Airtable 或整理好的Google Slides 甚至是 你自己整理好的PT 或者懒人包 就直接用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发布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方式 就不会需要在 额外架设一个网站的呈现 它基本上就是把它撑过 直接性的展现出来 那这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发布工具 那疫情疏换方案资讯会诊 使用的工具是什么呢 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呢 包含了写作工具 有记录软体HackMD 然后会议软体的Google Meet 沃通软体的Stake 然后也使用了资料工具 就是我们有使用了 列表用的Airtable Google Sheet 等工具 然后也有使用文字用的HackMD 然后也使用发表用的Google Slides的工具 那当然我们也使用了 美化工具 就是Photoshop 那还有发布工具 就是网站的Sheet to Site 这样子的一个网站 所以我们从成端的协作工具 那我们所使用的记录软体是比较 我们G0B社群比较常用的HackMD的工笔工 那我们的会议软体呢 比较多是使用Google Meet 虽然说我们只有开过一次的线上讨论 但不过我们使用了非常大量的讯息沟通 是在Stake上进行讯息沟通 然后我们收集到的资料 主要是放在Airtable跟Google Sheet上面 然后我们的文字相关的资料呢 是放在我们的笔记软体 就是记录软体的HackMD上面 那我们发表用的 我们在之间有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发表 那我们在发表上面的 所使用的软体是Google Slides的软体 然后美化工具上我们使用的是Photoshop 然后我们发布工具上的网站 所使用的是Sheet to Site 那我们大概就是使用了这几样不同的工具 来进行我们整个专案的架构跟制作 好 讲完了工具 接下来讲到最重要的就是 专案里面可能会有的伙伴关系 那为什么说可能会有呢 是因为一个专案的进行 就如同我刚刚说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启一个专案 但并不一定是 并不一定每一个你的朋友 都一定会对你所开启的专案感兴趣 有些时候这个专案可能非常个人化 比如说我想要搞清楚 Spotify上面有多少我喜欢的歌 那这个专案基本上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了嘛 因为毕竟是你自己所喜欢的歌嘛 对不对 所以说有些时候专案 并不一定要有伙伴才能进行 相对的 你想要找到伙伴的话 可能最重要的是 你要认知到 自己不一定要有一个伙 不一定会有一个伙伴 而你所感兴趣的事情 跟你想要透过专案达成的目标 还有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基本上来讲 都不一定是别人会感兴趣的事情 然后也不一定是别人想要解决 或达成的目标 解决的问题 也不一定是别人所要达成的目标 你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会跟其他人不一样 当然如果有人跟你想要做事情一样的话 他也不一定会加入你 他有可能自己有自己想要时间的方式 有可能有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 跟想要完成的方法 那对于每一个专案 尤其是你自己所开启的专案 你要自己有一个足够的热情 支撑 你自己既然开启了这个专案 你就要有足够的热情去支撑 就像旁边的乔鲁洛乔巴拿 啾啾一样 讲到的他要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成为所谓的黑帮 那你的 你要黑帮帝王 那你就要有足够的热情去支撑 你才能够吸引别人去加入你的专案 那所以 对你来说 或者是对每一个 对你我来说 对每一个开启专案的人来说 最重要认知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认知到专案不一定需要一个伙伴 而你要同时要做好心理准备的是 你愿意在没有伙伴的情况底下 把这个专案进行到多长 或者是多久的一个范围 这个是你在专案里面 想要找到伙伴的第一步 那找到伙伴的方式呢 当你做好心理准备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找伙伴了嘛 那找到伙伴的方式大概有几种 第一种就是利用人际连在的方式 那就是找到自己本来就认识的亲朋好友 那这样子的一个亲朋好友呢 对你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双面认 因为当你已经跟他本来就认识了嘛 所以你们两个之间本来 或者是你们几个人之间 本来可能就有一定的情感基础 那这个情感基础会让你合作上来 可能会让你合作上变得更加的顺利 因为你不用再跟朋友去 建立一些相关的信任 然后你可以比较轻松的去委托他一些工作跟内容 然后你可能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是省下一些 建立尊重或者是礼貌的一个时间 但是相对来说 这也是一个双面认 因为你的跟朋友之间的感情 你有可能会被就是工作专案上的内容的情 所带来的情绪所影响 比如说你们可能会因为专案的事情而吵架 而这个吵架的事情本来跟你们的友谊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因为这个吵架的关系 会让你们友谊逐渐破裂 这其实是蛮常见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情感基础的双面认也会影响到 你的其他人际关系 因为你的好友的朋友 可能也会跟你是处在同一个人际连带圈里面的人 所以这个人际关系的互相影响 就会产生影响 比如说你的好朋友A跟你的好朋友B 也是一个好朋友 那可能A跟你在专案上是你吵架了之后 就是可能心有不甘 就会跑去跟你的好友B抱怨 那就会间接影响到你的好友B 对你的评价跟影响 那可能这件事情就是要自己去调和的 就是你在用人际连带的方式去寻找专案上的伙伴的时候 你就要意识到说 在未来的专案经营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这也不是说 你就一定要 不能够从你身边所认识的亲朋好友 来找适合的伙伴 不如说 当你觉得身边的亲朋好友是 很适合作为专案的 不如说专案的伙伴 不用从专案来讲 最初的几个加入的伙伴 都是人际连带的方式 但是相对来说 你不能够因为他们是你的亲朋好友 就抱持着偏差的心理 你还是要把他们当作专案的伙伴 然后还是要把他们抱持了足够的尊重 然后最好是在人际交流上来讲 去尽可能的 不要让朋友的情感 跟专案的工作 是混在一起的 譬如说 我是你朋友 你怎么会管我 像这样的一个 混渣 他有情跟专案要求的一个方式 可能就不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要认知到说 他可能是你的好朋友 但他 是你的好朋友 不代表他当然会成为你的伙伴 或不代表他当然能够帮你相当 这样子 那这也是事情 某种程度上来讲 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 你自己也可能会因为 朋友的一些 所犯下的问题 或错误 进而影响到你 对他的评价跟感情 那我自己会认为说 朋友的认识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并没有 如大家所想象的这么容易 尤其是一个 能够让自己 能够 亲密到 能够让你去选择他 加入你团队的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友谊的维持 都能够非常好心力 那 专案的进行 如果没有那么的重要的话 可能就要很冷一下 那再来第二个号 是所谓的社群连结 社群连结就是 借由社团啊 一些相关的团体的力量来扩大 譬如说 同样都是校刊社的 高中是不同学校校刊社的人 那 因为借由社团 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话题 或共同的一个连结 就产生了一个 扩大自己 人脉 或扩大自己人际连带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因为 比起原本就有情感基础的人际连带的一个方式 那 这样子找到伙伴的方式 在模仿上来讲 可能就要花一点时间 那 不过因为借由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呢 他就会有一定的信任基础 而且他也不一定会有 比较不会有人际关系带来相互影响 因为毕竟 他的圈子里面还是比较远嘛 所以 他认识的人 跟你认识的人 里面两个共同交集 共同交友权可能没有那么的大 所以他在人际连带的影响下就不会像前一个 人际连带的一个圈子里面所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那 当然这个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你模仿要花一点时间啦 要去习惯彼此工作上的一个节奏 然后要时常的去 沟通彼此之间价值观跟理念上的一个差异 然后要确认说双方的 讨论的基础是相同的 而不是经历在不同讨论基础上 我的那个讨论基本上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 那当然 最主要就是公开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公开发布 那公开发布的话 就是借由公开你自己的专案资讯 去取得一些支持 那当然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找到 不一定可以找得到你所最适合的人啦 有可能会吸引到对专案有兴趣的人 但是不一定会找得到最适合的人 那 当然这个状况就是 你的讨论呢 可能比较容易发散 因为毕竟这些人跟你来说 并没有一定的信任技术 他可能不太清楚你的思考脉络 跟架构是什么 那他的建立信任会比其他的 前面两者更花时间 因为毕竟这些人跟你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的共同的基础 你们可能共同的基础是唯一 是建立在这个专案上面 所以你们在交流或建立信任的时候 可能要破冰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 那如果你是一个 没有那么擅长社交的人的话 这个方式可能会对你来说 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不过他的好处就在于说 他可以做到一些聚集人器 或是帮你吸引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资源的一个方式 因为有些资源可能是你原本的 人际连带或社群连结比较缺乏的 譬如说资金 譬如说一些问题解决方式的一个提供者 那透过公开发布的方式 可能会因为这个专案的本身去吸引到 你的这个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资源 让你能够去破除 或者是解决专案上所遇到的困难 那不过人际连带的话 就是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早好 找到一个核心决策方式 然后社群连结的话 可能会比较适合是 找到一个有趣的团队连结等等的 那所以应该是说 就是伙伴能够帮助到 抓案的形式不止一种 并不是加入整个团队 才能够叫伙伴 能够提供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源 建议 乃至于就是回馈的人 都可以算是广义上的伙伴 那只是你要去哪里也好的是 第一个是要如何去尊重这个伙伴 因为毕竟他也是人 他也希望被尊重 你不喜欢的事情 他也一定会 不一定说一定会不喜欢 而是说他可能会不喜欢 那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就会比较清楚的知道说 自己在第二代伙伴的时候 应该要做到的界限跟分析在哪里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 找到最适合的一个方式 就是像需要充人气的话 某种程度上来讲 可能公开发布会是一个 最实在的一个方式 因为公开发布可以最 能够触及到最大主群的人 或者是找到关键的人际连带 或社群连结 也是可以做到一样的效果 但总之就是要 要应照自己的 想要解决的问题 想要达成的目的 去寻找最适合的一个方式 去达成 那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 并没有一定的答案 所以我在这边也没办法给大家一个 很标准的SOP 说你要怎么样去做到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的一个忠告或建议就是 努力的去思考 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去思考 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要找到外在的协助者的话 这三者他的特性是什么 那就会比较好 让你知道说 你现在这个情况底下 现在遇到这个困难底下 你需要找到的人 最重要的一个优先找到的人的方式是怎么样 的一个做法 好 那再来是面对伙伴的一些注意思想 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 首先是尊重跟礼貌啦 就是你要尊重跟 你要对你的伙伴抱持一定程度的尊重跟礼貌 他们是你的伙伴没有错 但是他们同样也是人 他们同样也有被尊重跟 以礼貌相待的一个需求 当然也不用过度客气 这样反而就变成生疏 而是要拿捏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距离 不要随便就跟人间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有些人可能不想跟你连接 有些人可能只是想要维持工作 跟伙伴上的关系 所以拿捏人际关系中的奋际 其实在伙伴的讯造上还蛮重要的 那对于伙伴来说 你应该也不希望说 就是老板或者是你的同事 丢给你的资讯是非常不清楚不明确的 所以基所不优势于人 在资讯传达上 如果有需要伙伴帮忙的人地方 请尽量清楚明确 除非你认为说 你跟你的伙伴默契可以好到 默契可以好到 完全不需要任何资讯传达 你们可以心灵相通 那这样也是蛮厉害的 但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资讯传达请清楚明确才行 比较好让专案进行的下去 而且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专案比较不容易出问题 你要解决的问题 耗费的时间会比较少 第三个就是经常确认彼此间的共识 那这样的确认共识 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讯息的方式来达成 也可以用实体开会的形式来达成 所以就是用确认彼此的共识来 确认说 我们两个之间对于专案的想象 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两个人对于专案 可能会有一定共同的想象 可能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想象 那这个想象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在相关事情的讨论上来讲 就会变成是两个人各说各话 或者是计同你他讲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 讨论并不会有任何实质的进展 也不会让专案更加顺利的推进 这个时候确认你这间公司 然后去用问题的方式 诶 你觉得我这样子做的方式是对的吗 或是你什么建议想要提供的吗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确认 然后去 或者是要求给建议的一个 要请伙伴提一些建议的方式 就可以让彼此之间对于专案的 在彼此心中的印象变得更加的明确 然后进而也会让大家的目标更加的明确 那如果有目标发现分歧 或是不明确的地方的话 那可能就要开始讨论说 诶 那这个分歧应该要怎么样解决 那当然解决分歧的方式 也可能有不一样的 当然有非常多不同的解决方式 那在这边的话 老实说因为每个专案的性质不太一样 我不太能够去提供 非常具 针对每个具体的情况 去提供非常细节的解决方式 因为我自己还在摸索 但不过我会认为说 就是回到前面的自信中的礼貌 然后在视讯传达相清楚明确上 谨守这两个原则的话 那在确认公司上来讲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你投入这个专案 某人很乱乱讲 虽然是依照你自己的热情 然后伙伴加入这个专案 也是因为依照着他自己 想要加入的这个热情 但这个热情如果没有 一直情绪的情感交流或回馈的话 那其实是很容易被消磨掉的 因为专案所遇到的问题 跟事物经常非常的繁多 然后在处理这些事物 所面产生的压力 或负面的情绪 也会消磨掉这样的热情 所以事实的情感交流 譬如说吃饭 共同的吃饭 出来玩 讨论 然后等等的 或者是相关的回馈 社群媒体上的回馈 互相按赞 留言等等的 这样的回馈也有其重要性 那当然专案的回馈最后就是发布 让大家看到你所做的事情 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感 也是一个最棒的回馈 或者是 端案成功之后 请大家吃个饭 当然也不是说坑主一定要请 就是用吃饭的时间来 让大家建立一个正向的一个连接 认为说 专案好棒 看你专案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等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回馈 是非常具有重要性 那当然因为有了伙伴 所以你的意见 将不再只是专案的单一意见 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会因为 自己或是伙伴的关系 让讨论变得发散 那所以在讨论的时候 记得授数讨论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发现讨论发散 然后以至于有些专案的讨论事项 进度开始停滞的时候 就要进行授数 那再来讨论 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我自己会认为啦 如果你跟伙伴的会议 有超过一个小时的话 这个会议就算不太好 算是一个及格的会议 因为人的集中力 其实没有办法到那么久 尤其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所以如果会议的事项 没有到很多 没有必要的话 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那让会议时间 减低的一个秘诀就是 事前就把会议相关的资料 准备好 让伙伴在会议的时候 紧针对就是分歧的地方 做出选择跟讨论 这样就好了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把会议前的事前准备做好 而不是把所有的事情 都丢到会议上再进行 不然的话你的会议时间 就会拖得非常的长 好 讲完伙伴的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那些注意事项 其实也是在进行 疫情纾困方案 资讯的这个专案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注意事项 譬如说我发觉 如果你的资讯传达 没有清楚明确的话 伙伴也很难 社群里面的伙伴 跟你来说只有 若连接的社群伙伴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很难帮助你什么 那如果你没有跟伙伴 确认彼此间的共识的话 在专案经营上 也会遇到一些平静的地方 因为可能彼此间的进度 是没有 协作的进度 是没有办法连接起来的 那当然 情感的交流跟回馈 它在伙伴的 对专案的贡献上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重要性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再来进到我们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专案永续的部分 就是 你要先 专案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总是会冒出各式各样 让你想要离开这个专案 或中断这个专案的理由 那当然会有实际的理由 跟不实际的理由啦 实际的就是先承认自己的热情会被消耗 会被各式各样的问题 会被各式各样的压力消耗 很多时候 专案90% 甚至100% 可以这么说 所有的专案都会遇到问题 都有需要解决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在事前规划的时候 就预料到所有可能的问题 你只能最大量的 把这个问题减少 但是你还是会遇到问题 而且当你 已经思考了很久 然后还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那你的压力跟负面情绪是加倍的 所以先承认自己的热情 是会被消耗的 然后先知道 让自己知道说 自己的热情是一定会被消耗的 那 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 才能够反复确认自己的目标跟方向 然后去找到自己支撑 自己去进行这个专案 所有的一个实际的理由 跟不实际的理由 那就像旁边的这个契海 Nanami一样 他就会讲到说 劳动就是狗屎 他自己本身虽然是在 一个蛮像胜利组的一个证券业工作 但是他发觉就是 其实这个证券业工作 并没有给他 除了签以外 其实没办法给他很多正向的回馈 所以他后来找到了自己的理由 就是劳动就是狗屎 然后驱魔师 或者是就是咒术回战里面的这个 厨林的这个工作 我反而来讲是一个狗屎 所以但是他有一些不实际的理由 譬如说他因为伙伴 或是因为 想要传达一些价值等等的 一些不实际的理由 他就选择了 就是咒术师这样的一个职业 那所以你要去盘点的事情就是 在这些实际的理由跟不实际的理由之中 有没有能够让你留下来 或只剩你留下来 或者是让你能够继续投入这个专案的理由 那实际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一些外在的世界或社会会要求的事物 名声钱 那当然可能你在进行这个专案的这个经历 也可以被写在你的履历上面 成为你找到下一份工作的基础 那当然也有一些不实际的理由 就是没有那么现实的理由 可能是一个比较抽象 但是也是一个比较 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实质物质上的回馈 但是可以给你心灵上回馈的东西 那就是伙伴啊 因为伙伴的连接跟羁绊 想要维持跟伙伴的情感关系 那还有你从这个专案当中学习到中期的成就感 那当然还有单纯的快乐 因为自己正在做事情 或自己正在奉献 这种事情 这种感觉 孟皇上也会让心灵感觉到很快乐 所以要去盘点这些理由 然后让自己能够有 说服自己留下来的动机 那当然如果是这个专案 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了 但是现实情况是 不管是多么有趣的专案 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厌返 那因为 这个厌返可能并不是来自专案本身 而是专案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所以大家可能会很怀疑说 就是有时候会陷入一次的怀疑是说 就是诶 我这个专案当初我自己发起的啊 为什么我会开始讨厌它呢 但其实你讨厌可能不是专案本身 你讨厌可能是 讨厌解决问题的 带来的负面情绪 你可能是想要排斥 这个负面情绪 然后但是 你误以把它当成是 这个专案造成的负面情绪 但它其实并不是这个专案所造成的 而是这个专案 它在执行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问题所造成的 就是这样 好 那这些负面情绪 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情况 就是拖沓 就是你会感觉到专案的进度 是会延迟的 当然因为前期的话 你的热情还在 所以你的产出的效能跟效率是最高的 那在中期的话 如果你要持续维持的话 第一个就是你要透过 个人热情继续去燃烧嘛 那当然 伙伴的支持 或者一些正向的回馈 也非常重要 因为正向回馈可以冲刷 冲洗抵消掉这些负面情绪 所带来的影响 那当然 某种程度来讲 你要 也可以试你的专案性质去 设定一些定期投入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是专案真的发现 自己走不下去 或者是 走不下去可能会有两个原因 可能是 第一个是专案就真的搞一段落了 譬如说 动画就已经全部交出去了 那你不可能 就是一招跟导演 你自己是一个编剧 你不能跟导演说 导演我想要再拍一集 我想要再写一集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专案在客观情况下来讲 被结束的一个状况 因为工作就已经做完了 专案目标已经达成了 已经告一段落 那但是 有些情况下是主观的情况 譬如说有些专案是客观上 永远不可能结束的 譬如说 我想要 收集 所有 我自己想要听的音乐 那可能Spotify的资料库里面 有占定40万首的音乐 你呢 不可能收集的完 然后每个月还会有很多新的音乐产出 所以你不可能收集的完所有的音乐 所以当你的热情 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专案 没有任何工作的完成的进度的压力的话 其实该结束的话 就让它自然结束就好 不要有压力 因为第一个是 这个专案的成果并不会完全消失 你在这个专案上 如果有实际的投入时间去制作 跟经营的话 它一定会留下一些事实上的成果 譬如说网站 譬如说记录 譬如说 整个聊天的讯息记录等等的 这些都是成果的一部分 这些成果并不会完全消失 它会以某种形式的情况下留存下来 譬如说 网站的形式 稳健的形式 等等的形式留下来 那 这些专案呢 它的成果 虽然逐渐的 没有新的进度开展 但是它的累积下来的这些成果 是不会一夕之间就消失掉的 相对的 它反而可能会在 一段时间之后 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对其他的专案 或其他的事情造成贡献 所以说 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无法支撑的话 那就先把它暂停 或者是永久封印 都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这个成果还保留着 它就有一定的希望能够重启 所以真的不用因为摸动责任感 去把它硬支撑下来 相对的 反而是你要认知到 你自己才是开启跟结束专案的那个主体 你要意识到说 你自己除了支撑这个专案之外 你其实也可以开启新的专案 所以 而你 这些专案给你的回馈跟经验 是让你可以应用在下一个更有趣的专案上面 所以如果一个专案结束 然后可以让你开启新的专案的话 或者是一个专案结束 可以让你过得比较舒服的话 当然还是要以自己为止 所以就是由你自己来做决定 那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就是 很多距离地的专案 但我自己观察是 就是 他基本上来讲 是一个开启的专案嘛 所以他并不会有一个正式的结束 因为他并不会像工作一样 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收尾 比如说 动画一定会有一个完结片 小说一定要有个结局之类的 他就会像猎人的 就好像猎人连载一样 就是他不会有正式的结束 只会去乘机 然后又突然活跃起来 然后再去乘机这样子 他的收尾其实是由 专案开启的人 这个坑主 自己所定义的 那 有些时候把一个阶段的资料 收集完发布完 其实就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那 接下来可能就是把这个资料保存起来 然后让 这个资料在未来的某天 可以发挥它的效用 就像我现在的疫情疏问资讯 汇诊 其实 很多的专案的资讯 都已经完成汇诊了 那 我们就可能就不太会需要去 汇诊新的资讯 除非有新的资讯变动 但 别的上来讲 它的变动频率已经跟 一开始公布的时候相差 非常非常的多了 所以就不太需要去 进行额外的变动 但 可能还是要做定期的保养跟维护了 那 但是也会逐渐去乘机 但是这个资讯可能 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会在 比如下一波疫情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发挥作用 因为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资讯 这个供笔挖出来 然后去检视说 上一波疫情 发了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造成了什么样实质的影响 等等的 所以 累积的经验跟内容 会在之后 意想不到的回馈到你身上 就是这样 那当然 对于刚刚前面提到的 就是 飞格跟小福开启的专案 很多时候都是 凯蒂斯去跟妈说 那个东西就会消失了 他们也是这样一种 非常有创意的专案 收尾的一个方式 但 我们并不是飞格小福的事件 所以我们的专案呢 它并不会消失 它只会逐渐去乘机而已 那 如果你要给他一个 非常正式的收尾 也是可以 就是发一个通知 跟伙伴的讲 因为毕竟伙伴是投入的主体嘛 但是 如果你不想要发一个通知 或发觉 大家的热情 已经被消磨掉了 那其实 自然能让它结束 然后把资料保存起来 做好必要的 维护跟管理 基本上就够了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也不用过于感到害怕 觉得专案一开头 就没有办法收尾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 开放 开源专案的好处就在于说 你可以非常自由的 参与跟离开 这样子的一个专案 你不用感到任何的压力 而你的贡献 会在专案里面留下成绩 而这个专案 也会 因为你的贡献 而给你相对应的反馈 相对应的回馈 大概是这样 所以 总结今天课程的内容 其实就是 我们跟专案的距离 其实蛮近 大家都可以开启一个专案 大家的专案 不管是基于一个 非常高尚的目标 还是基于一个 非常微小的目标 它都是一个专案 而完成这个专案 对你来 或者是参与这个专案 莫同的专案一讲 对你来说 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跟学习的过程 找到专案的核心 挑选跟利用 所顺便所有的工具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 找到伙伴 跟持续把这个专案 继续推进 或是直接收尾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 所以这个是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 一门课程 就是 我们跟专案的距离 其实很近 那等一下会给大家 出一个作业 就是希望大家 用自己手边的工具 用我们今天上的课程 然后 发掘到生活中的问题 并且利用工具 试着去建立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 当然找到伙伴跟持续 可能并不是一定 符合大家的一个需求 或者是 大家的专案内容 可能没有办法找到 符合这样的一个需求 但是 找到一个专案的问题 跟挑选利用的工具 基本上来讲 就已经足够让大家 可以开始展开一个 开启专案 并且实践专案的一个旅程了 好 感谢大家 其实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